大家好,我是静波,如果您希望在第一时间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夜海静波。 明天就是情人节了,世界变成一个大舞台,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情。 爱情像是一个大秘罐,任何栽进去的人都呈现出晕晕乎乎的模样,纷纷开始,口不择言。 那些与旁人说来脸红的绰号拟称,轻飘飘的诗意和一种深刻的激动,像筛子一般将文字抖出松弛微醺的质感。 在它们仿佛多重人格的喋喋不休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在文字当中流先的岁月,一些不再衰老的情感。 今天呢,我们搜集了几封经典的中外情书,一起来看一看,陷入爱情的名人,如何表达他们的爱意。 鲁迅至妻子徐广平 我们要有小白相了。 小刺猬 关于咱们的故事 闻南北同意以后 此地忽然盛传 研究者也很多 但大抵之不确切 上午 令地告诉我一件故事 她说 大约一两个月前 某太太对母亲说 她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 自己因此很气愤 而母亲大不以气愤之举为然 因告诉她外间真有种种传说 看她怎样 她说 她已知道 问何从知道 她说 是二太太告诉她的 我想 老太太所闻之来源 大约也是二太太 而南北统一后 忽然盛传者 当与陆京青之 入京有关 我因以小白象之事 告知令地 她并不以为奇 说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午前 我就告知母亲 说八月间 我们要有小白象了 她很高兴 说 我想也应该有了 因为这屋子里 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 这种应该的理由 和我们是另一种思想 但小白象之出现 则可见 世界上 已以为当然已 不过 我却并不愿意 小白象 在这房子里走来走去 这里 并无抚育白象 那么广大的森林 北平 躺不荒芜下去 似乎还适于居住 但为小白象记忆 是需另选购出所的 这事将来在意 北平很暖 可穿单衣 明天你去访许许生 此外 再看几个熟人 另外 也无事可做 我觉得日子实在太长 但愿速到月底 不过那时 恐怕须走海盗回来 这里和上海不同 寂静得很 尹墨 凤举 往往终日清新正直 尹墨之汽车 昨天和电车冲突 他闭驳碰肿了 明天你去看他 并还草帽 台静农 在和孙祥一谈恋爱 日日替他翻电报号码 忙不可当 林卓凤在西山调养胃病 我的身体是好的 和在上海时一样 据潘妈说 模样和出京时相同 我在小心于卫生 误念 但刺猬也应该留心保养 令我放心 我相信 他正是如此 接下来一段 是王小波 至李银河 爱你就像爱生命 做梦也想不到 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 五线谱是偶然来的 你 也是偶然来的 不过 我给你的信 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 但愿我与你 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还有我 我是爱你的 看见就爱上了 我爱你爱到 不自私的地步 就像一个人手里 一只鸽子飞走了 它从心里 祝福那鸽子的飞翔 你也飞吧 我会难过 也会高兴 到底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你别为我担心 我遇到过 好多让我难过的事情 十六岁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大家都睡了 我从文章里钻出来 用钢笔在月光下的 一面镜子上写诗 写了 趁墨水不干 又涂了 然后又写 直到涂的镜子 全变蓝了 可是 当时 我还没今天难过呢 越悲怆的时候 我越想嬉皮 这些事情 都让它过去吧 你别哭 真的 要是哭过以后 你就好过了 你就哭吧 但是 我希望你别哭 王先生十之八九 是个废物 来 咱们俩一块儿 来骂他 去他的 我会不爱你吗 不爱你 不会 爱你 就像爱生命 接下来 诗人顾成 指妻子谢业 你是一种 个别的人 收到你寄出的 避暂搜山庄的照片了 真高兴 高兴 高兴极了 又有点后悔 我为什么没跟你去承德呢 斑驳的 古塔西洋 蕴含着多少哲理 又蒙发出 多少生命 无穷无尽的鸟 没入黄昏 好像纷乱的世界 从此结束 只有大自然 沉寂的历史 自由的灵魂 太阳落山的时候 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 像你的名字 像辉煌的天穷 我将默默注视你 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 真不想让你走得太远 我曾想过 用手遮住你的眼睛 现在不了 真的那么做 会使我不得安宁的 没人说你是坏人 火车开来开去 上面装满了人 有好有坏 你都不是 你 是一种个别的人 接下来是来自国外的几篇 英国诗人祭祠 与他的恋人范妮 我被你统统牺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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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